亲爱的朋友们,大家好! 在这个月光如水,清晖满意的美好时刻, 我想与大家分享一段关于中秋节的动人传说, 并借此机会送上我最诚挚的祝福, 愿大家与家人团聚,幸福美满! 从前,天空中有十个太阳,他们是天地的儿子。 每天,他们轮流出现在天空,给大地带来光明和温暖。 但是有一天,十个太阳一起出现,让大地变得炙热无比。 河流干涸,庄稼枯萎,动物们找不到水喝, 人们也受到了极大的痛苦。 这时,有一位英勇的射手叫厚义,他决定拯救大家。 他爬上高高的山峰,拿出他的神功,瞄准天空中的太阳。 他用尽全力,一键射下一个太阳。 他连续射下了九个太阳,只留下最后一个,让大地恢复了正常的温度。 人们对厚义感激不尽,称他为大英雄。 天地知道厚义的功绩,赏赐他一颗长生不老的仙丹。 吃了这颗仙丹,就能升天成仙,永远年轻。 可是,厚义舍不得离开他的妻子嫦娥,于是他把仙丹交给嫦娥保管,并叮嘱他不要让别人知道。 有一天,厚义的徒弟冯蒙得知了仙丹的事情,心生贪念。 他趁厚义外出时,闯进了家中,威胁嫦娥交出仙丹。 嫦娥为了不让坏人得逞,情急之下吞下了仙丹。 顿时,他感到身体变得轻飘飘的,飞离了地面,直奔天空。 最后,嫦娥来到了月亮上,成为了月宫中的仙子。 厚义回家后,发现嫦娥已经不见了,心中非常伤痛。 他抬头望着明亮的月亮,彭扶看见嫦娥在月中对他微笑。 为了纪念他,厚义在庭院里摆上嫦娥最喜欢的食物,祈求能再次相见。 人们得知了这个感人的故事,也开始在每年的8月15,当月亮最圆,最亮的时候,与家人团聚,一起赏月,吃月饼,寄托对嫦娥的思念和对团圆的期盼。 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,中秋节已成为象征团圆和幸福的节日。 让我们珍惜与家人共度的每一刻,共享着美好的时光。 谢谢大家的观看,希望这个中秋节的故事能够带给你们温暖和感动。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,别忘了点赞,分享,并订阅我们的频道,获取更多有趣的内容。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,与家人共度美好时光。 我们下次再见。